明代监狱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因为相传因为苏三在这儿受审监禁 所以又叫苏三监狱 苏三监狱主要有普通牢房和死丘牢房组成 一共有12间牢房对应明代的12个身份 每间牢房仅有4米中日阴暗潮湿 不见阳光 是总能犯罪 他属于必死无疑的 首先有这个伯母 在过去的时候 妇女的地位比较低 妻子不可以殴打或者控制 不孝 对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不抚养 不义指的是以下犯上的行为 比如说学生不能杀老师 下属不能杀长官 内乱亲属之间发生了奸情 谋反谋判谋大逆 他们属于政治犯 背叛朝廷 背叛国家 自己想当皇帝 或者毁坏了皇室的宗庙 陵墓宫殴打自己的父母祖父 男强呢 有他的奇特之处 墙高1.8 不到6米的高度 厚度是为5尺 一米7的厚度 在这个墙的中间 里面是放了流沙的 为了防止犯人打过外套而删击 如果犯人打过外套的话 沙的自己出来 其他往后的实际 不让南墙 扎个水池洗衣服 井口很小 防止犯人自杀 苏三你撩红龙线 江山来到大街线 相信大家对苏三奇姐 这一出都非常熟悉 希望将来的法律 更加赚钱 不要再有冤案 如果没有王景龙 苏三不就被杀头了吗 我们不能只靠一个人 要靠制度 苏三非常的感动 说老婆呀 你是不同线 大大的好人 又归拜了老婆为义父 就这样 二人一路 你夫女 抬起来 我拉倒ся 我拉倒你 撒旋